原标题 我们的回答是不一定 甚至有时候的战场是很干净的 打仗的时候得到将军赏赐的一碗酒 借着酒劲熬 叫着向前冲 等酒劲挥发的差不多了 战争也就快结束了 其实匈奴人会干一件事情 那就是寻找战友的尸体 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大大的好处的 这不仅给今天的人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 匈奴人的战争画面 还告诉人们 那时候的战场应该是干净的 基本找不到尸体的 与之对应的中原王朝 其实也是这样的 据战国策函策中记载 秦人娟甲图成以驱敌 左窃人头 右携生路 形象地描述了秦军光的膀子 左手拎着人头 右手夹着俘虏 奋勇杀敌的 这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卖力呢 这是因为人头意味着军功 军功多了 就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 报首三 乃孝 三日 将军已不一致是大夫老爵 意思是战争结束后 士兵把自己砍下的人头交上去 相关的领导将他们收集在一起进行攻势 看个其中有无作弊现象 如果没什么问题 三天之后就可以论功行赏了 这是人头被拿了回来 但在战中或者战后割下一个死去的人的脑袋 实在是一件费力的事情 不太方便 有没有代替的方法呢 回答是 肯定有 在各个历史时期 都有用其他部位代替人头的记载 如说文解字中就说 国独国 军战断而言 选择左耳 是因为古代以左为尊 这种做法以元朝为胜 另外 膝下也有以臂戴手的记载 展开全文仅有鼻子和耳朵吗 当然不是 该下之战中 人们熟悉的项羽 一路逃到乌江 遇见乌江亭长 亭长劝项 羽可以回到江东以图东山再起 但项羽以无言见江东父老为由拒绝 并将自己坐下马赐羽亭长 于是项羽下马不战 一口气杀了汉兵几百人 自己也受了十几处的伤 而后挥刀自吻 面对项羽的遗体 历史的场景是这样的 汉军依庸而上 自相残杀 死者拿数十人 最终 郎中西杨喜 齐司马屡马同 郎中旅盛 杨武等四人各得其遗体 也就是说 身上的某个部位 如大腿 磕个什么的 他们把这些带回去 汉高祖刘邦 分别给予四人封侯和十亿的奖励 其中 杨喜拉开了中华四代家族之一 红龙杨氏的序幕 可以说一次遗体的军功 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 不难看出 对于一些重要人物 可能就不至于鼻子和耳朵 他们的遗体的每一个部位 分明都代表着金钱与地位 罪卧杀场军莫小 古来征战级人回 对于那些重量级的人来说 甚至连尸体也很难回来了 因 而不存在可怜无定河边湖的事情 但却依旧是 游是春归梦里人 战场在这里干净了不少 另外 我们想要说的是 战争在大多数时候 根本不是电视里眼的那样 一方势力很强 总把另一方打个落花流水 有些战斗常常是双方打的难分胜负 很僵持 不是一时半会的功夫 而负责战斗的指挥官 也都会为对方留下一段处理遗体的时间 在战斗的间隙 双方的人员都会进入曾经交战的区域 把几方战死人员的遗体抬回去 那个时候 也使双方都打不动了 或者谋划下一场战斗怎么打的时候 双方的指挥官对此心知肚明 战后 打扫战场的权力与义务 当然属于胜利的一方 古人在处理这方面的事情是很科学的 他们不会让遗体腐烂 因为那样会传播瘟疫 这就排除了影视作品中 漫山遍野的尸体无人去收的现象 古人一般会将战场的尸体收集起来 就地掩埋或者焚烧 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也就是说 大多数的尸体已经在战中被弄走了 没那么多可买可烧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某某战役 或者一下子死了数万甚至数十万人 却找不到这些人的骸骨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 一句话 古代战场上的遗体 真的不像今天电视里演的那样 人们可以把演的那些镜头当作艺术 好了 现在可以回到实际匈奴列传的技术 以及匈奴人处理遗体的事情上来了 实际的技术 让我们在匈奴人身上有了一个悄悄的发现 大家都知道 匈奴人实行收集魂 多数是兄弟顽固收其寡妻为乙妻 包括凶收弟妻和弟收凶嫂 特别义由子收树母妇妻为妻者 过去 一些人把这想象得太不堪了 认为大多数女性在死去丈夫后都被收集了 而他们处理战友遗体的方式 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女性的另一条出路 匈奴人虽是全民皆兵 但女人做的 毕竟还是一些后勤的工作 今天的学者分析他们的人口 应该在一百至一百五十万之间 我们按男女比例各一半来计算 应该有五十至七十五万女人 少中青如果各占三分之一 匈奴成年或者为人妻的女人 应该在十五至二十五万之间 这些人在丈夫死后都会被收集吗 史记匈奴列传告诉人们当然不是 我们保守的估计 匈奴这个好战的民族 每年在与中原王朝的交战中 至少死去一万男人是不成问题的 这一万失去丈夫的女人 恐怕大多数是在嫁给了从战场上 抬回丈夫遗体的士兵 而这个数字一定是高于正常死亡的 也就是说 匈奴女人的被收集其实连一半都没有占到 她他们会在丈夫战死后 嫁给丈夫的战友 虽然这也是一种收集 但明显要比被丈夫的兄弟收集文明多了 在女人被匈奴的男人 视为财富的年代 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匈奴的男人会想 战场上杀敌一样 勇猛地弄走战友的遗体 文陆生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